大家好,我是Josh Hello,Selina 今天我們會試乘地鐵去穿越 上次穿越是打算搭東好線 在這裡可以買票 但我發現Metro有免費票也可以去穿越 所以今天就試乘搭Metro 因為我們買了一張一連三天搭的免費地鐵票 看到有個站可以直接去 不知道行不行,這次就試試去不去 還有看看會不會時間比較久 我們這次就買了這張票 是可以三入入搭的車票 試試用這張票去不去到我們今天的目的地 大家平時來到池袋站 可以買一個東武東上線 去一日圈可以去穿越 其實我看穿越說很多站都是在前後左右 所以我們這次打算用行路的方式 看看可不可以走這個穿越 我們就試試在這個位置 大家看到是F字的,副刀心線 試試搭這條線去 大家如果怕退不到的話 或者怕麻煩的話 可以買這張一入搭 它就會乘搭裡面幾個不同的車站 這個Counter就直接在池袋的車站 就會見到這個Counter 它寫著這是一個周遊券 好,就是用這張票 它會有時間顯示著我們去過站的幾時 它沿途也有個指示可以去到這個地方 這個車其實直接去到和江線 寫著和江市 好,拍攝地圖給大家看看 現在我們就在這個試博的位置 接著會去到這個站 和江市 我們現在會坐一輛車 就會去到森林公園站的車 看到地圖就可以直接去到村園 這個車就應該對 如果這樣看地圖 大家看到地圖 只會去到這個位置 去和江市的位置 但是它的車好像合併了 就可以直接從這個位置 去到這個村園的位置 就是這條線 直接這樣走的 如果再後一點 其實都可以去到這個 森林公園站的車 我們就會在村園這個站 大家可以看看上面的指示牌 它現在寫著這個森林公園站 我們就會搭這輛車 這輛車應該是可以直接去到的了 坐了差不多26分鐘 就到了一站了 好 我們坐了半個小時 來到這個站 半個小時是先坐急行 都很快 而且車上沒有什麼人 好 這個站一出來 又是有幾個商場在這裏 也挺多人 比想像中 感覺是多人 好 出站 我們發現這一張票 只可以去到和江市 然後它就會要我們補回這一段的差價 差價就是每人是330日圓一個人 如果大家想拿一些旅遊的資料 那地鐵站口一出來 就會有官方案外所 可以拿穿越裏面的場景 就會有大家想去的地方 和目的地的資料 直接進去裡面 就會有職員解答你的問題 在這裡 門口都會有個機器 可以告訴你 你的位置在哪裏 它一出來 它的樣子其實都是一個大城市 我來到第一個感覺 有點像神戶隊的環境 剛才出閘之後 經過商場 現在下了地下 直行就應該會到的 我們都要找一找路 這裡有一間世紀二十一的地產 這裡的樓價多少錢 1380萬日圓 五十多萬一間 好 接著我們就看到一條商店街 我們會走進去 我們猜是這裡 不知道是不是 因為看到很多人在前面走 正常會看到很大間Donkey 還有很多學生在這裡 幫我時間 可能是 如果看GoGoMac 地圖應該是對的 完全直接走這條路 前面這間富士很多 差不多 周圍都會看到這間店 昨天見過的 五百八十一 豬扒飯 我們剛才走到商店街 那裡好像很多東西吃 和很多東西看 不過看到地圖指著 繞出去才是我們的目的地 現在就繞出去 看看看不見到我們要看的地方 走出來這條街 就什麼都沒有 是好像一條商業大廈的街道 剛才走過去右手邊那邊 就會比較多食肆 和不同的店舖在裡面 這條街是很安靜的 沒有什麼人的 好 接著我們去到這個十字路口 然後就那邊直走向右 其實可能剛才那條路是對的 不過我們走到第二個方向 你不知為什麼 走到這個本穿越站 上面有個P.E.P.E.商場 走沿途可以看到很多這些 很舊的木屋 好像是沒有人住的木屋 很多間都是 前面這些位置都是沒有人要的 看到它好像荒廢了 周圍會有一些不同的小食店 一路走都是看到很多這些 特色的屋 看到這間醫院好像那些 去玩鬼屋的那些醫院 感覺好恐怖 好 看到一間特色的店 還有很多貓貓的東西 貓貓 他們這些店舖的裝修都很漂亮 看對面的小朋友 他找一間大車推著十個小朋友 很有趣的 一間大車推著十幾個小朋友 來到這裡 就會看到我們的位置 六百五十米 一千四百五十米 全部都寫在這裡 如果大家有腳骨力的話 乘火車可以的 如果沒有腳骨力的話 就乘巴士 這裡已經是走幾個站的距離 半個小時左右 如果來回或者有天氣不測的話 建議要乘巴士 它完全是沒有瓦遮頭的 不過現在天氣多亮嗎? 不能停留 而且剛才在東京市區是看下雨的 來到這個市區其實是出太陽的 原來大家出發之前 都要看天氣報告 每個市區都會有天氣影響 現在已經到了第一個景點 這個紅野神社 在這裡的 可以進去的 可以進去的 好 我們可以進去參拜一下 它有些神社的資料 可以進去的 可以進去的 這個神社比較小一點 然後就會看到一個 挺標誌性的烏鴉 這個烏鴉來的 很漂亮的 哇 這個神社好像拍戲一樣 這個神社的環境是挺漂亮的 我覺得可以進來參觀一下 那我當然要試試開一下雲 好 開雲 好 開雲 水晶球 好 開雲 水晶球 大家平日來這個神社的人流都不是很多 可以周圍參觀一下 都挺多東西看的 前面有個流水瀑布 這裡有個抽 那些好運 是有這麼多個不同的照片 給你選擇的 這個開雲 這個 我只是看這個字 一 那運氣應該都不差 現在走出來大街 這個位置 感覺有點像京都 周圍會有很多 舊式的商店 全部都是比較古老的 很多人在排隊等 例如這間小村谷 很多人在等吃東西 這間是很漂亮的 穿越雙峰會議所 另外這條街 全門都是一些古式的小店 這個位置都是一個 這個案內鎖的 後門呢 就穿過一個秘密花園 這個花園呢 一穿過去呢 就是我們要去的目的地 沿途的景色都不錯 一路都見到有很多遊客 在這裡慢慢散步 很特別 好像卡通車一樣 全部的店舖很漂亮 很有特色的 他們有些特色小食在這裡 新鮮滾熱 前面這間是賣手信的 會有些精石賣 這間是買一些辣蘿蔔的 全部都是葉菜在這裡 這間是買一條青瓜 挺特別的 葉製的青瓜 好在我們背後呢 就是這個 時之中的位置 就是這裡 傳說時之中 大約有400年歷史 是穿越站的代表性建築物 這個地方呢 其實我覺得在這裡 萬普是挺適合的 很多東西看的 這裡連這個遊證谷 都是一個很舊式的 懷舊裝修來的 這個是一個古代遊證谷 嘩 封信還沒插進去 另外走一半 這裡有一間 Mithfield 穿越特別版的限定店 裡面會有些Mithfield 的產品 是這間店舖才會有的 也挺特別 一到門口 會有兔子 另外呢 哇 超大的兔子 然後呢 前面這個挺有趣的 好像一個飯盒一樣 裡面呢 其實是蓋著一些餅乾 這樣一包包餅乾 這個我覺得很特別的 它呢 兔子的造型是立體的 但是呢 看它呢 其實是好像一個麵包 這樣的造型 這個袋 我覺得很有趣的 很多可以買回去做紀念品 那些人 有很多不同的產品 在這裡的 現場有個打卡位 這個打卡位呢 剛才我拍的照片 很漂亮的 還有一些袋 其實這些產品都OK的 外面比較少見 哇 還有這裡超大隻 Mipfield套套 放在門口 它除了走出來 這裡有間精品店 另外呢 其實這邊呢 是買Mipfield的造型 麵包 其實很特別的 大家看看 哇 它這個麵包公仔 它的造型呢 就是這樣 一個Mipfield蛋糕 做到它的樣子 裡面呢 就是這樣的 有一個就是芝士麵包 這樣一個是千層蛋糕 這樣 它大部份都買到來到的時候 這個好像一個千層蛋糕 那現在呢 剩下這個 有個Mipfield公仔的 冬甩在這裡 那基本上 賣掉了全部東西 現在呢 連夾麵包的托盤 都印了Mipfield公仔 在這裡 另外呢 會有夜飲在這裡賣的 夜飲不是很貴的 四百五十元一杯 那它的咖啡呢 會有Mipfield的造型 在這裡 如果大家喜歡兔子的朋友 來到村越這個位 記得去後面這間Mipfield的店舖 裡面呢 會找到你心水的貨品 這間是 好像古代屋的Mipfield的專門店 全部都是穿越限定版 這裡呢 營業時間呢 之後到10點至晚上6點 就會收工 哇 這麵包做東西 另外呢 這裡會有些人力車 可以坐人力車 在這裡參觀 那現在前面呢 就有一個叫做 貧泉寺 就在前面這裡 看看收了沒有 如果還沒收 就可以走進去 看一看的 這個就是行泉寺 哇 是一個市區裡面很大的空地 有間寺廟 在這裡 這個地方呢 周圍是一粒聲都沒有 如果在這裡住應該會很舒服 有一點點風吹過來 另外有些陽光在這裡 是聽不到任何聲 只是聽到一些小鳥聲的 就是這個位置了 那它呢 已經封住了 不能進去了 我們走一轉 然後就離開了 如果乘坐西武鐵道 來到這個本川越站呢 那出來呢 就是這個樣子 會有個大停車場 停車位置 然後呢 就走過去 從這個位置走去 小江戶川越 大概要15分鐘時間 就去到 我們剛才拍照的位置了 我們呢 現在走回去 剛才那個商店街那裡 那發覺呢 這裡會比較多少少年輕人在這裡 周圍走的 那這裡商店街呢 比較多不同的特色小店 鞋舖啊 首飾舖啊 都會有的 那另外前面有些 麥當勞啊 都會有的 夾公仔舖啊 包夾公仔 全部都是 全部都是貓來的 另外呢 在那個川越大街呢 會有些古舊一些的商場 好像 香港的Sogo那樣 不過呢 那個形式是比較古舊一些的感覺 大家看一下 樣子呢 是懷舊一些的裝修 不過呢 賣的那些東西呢 都是平時 街道的商場會見到的 例如銀座那些地方 商場的店舖的牌子都會有 賣啊 遮瑕啊 多東西賣的 都不是沒有東西賣的 都會有些名牌子在這裡 這個商場呢 太舊式 沒有東西看了 然後繞了一個圈 就出來 繼續走一下這個商店街 其實如果走到中間這裡 都挺多東西看的 是啊 很長的商店街 比較年輕的這裡 很多輕少年 應該住得挺開心的 看到那個公園呢 很多學生在這裡 應該是喜歡在這裡坐下 流連下的那些公園來的 這裡呢 就會有一間很大間 Donkey 還有Daiso都有 一起在這裡 沿途走呢 是有很多學生在這裡 降學時間 那卡拉OK呢 就是他們最喜歡的地方了 好像香港一樣 現在已經走到晚上了 那我們今天呢 一天的穿越呢 就已經是完畢了 最後呢 我們走到晚上呢 然後才回去啦 那我們將飛呢 就要買一張30元的飛 那就回去和江市先 然後呢 出一出閘 然後再用各種免費的飛呢 就可以搭回他們市區23圈裡面的地鐵了 那現在呢 我們首先出去 好 那現在來到和江市了 那就拍一拍外面的樣子給大家看一下 先 因為現在都很晚了 那看一下什麼看 出來呢 喔 是 一個好像香膠的地方來的 那和江市這個站呢 其實是 在那個站裡面 是什麼都沒有的 那這個就是和江市站 那它呢 一出口就分開北口和南口 剛剛看到的位置就是北口來的 那我就再出去南口拍一拍給大家看一下 那南口呢 那南口呢 出來就會有一間便利店 然後呢 然後呢 就去看看是什麼 另外就會有一個購物店 那裡呢 很多時候呢 都會有一些購物店 貼著我們的站 那裡呢 那裡面呢 就會有東西吃 四層的 上面就是酒店 對啦 裡面的店舖就大致上是這些 南口這裡呢 比較多一點店舖 那這個就是地鐵站的商場 那另外呢 都會有一些不同的商場在那裡 可以順便把地圖給大家看一下 對啦 那我們現在呢 在這個位置 一個圈這樣 有不同的地方 譬如商場走的地方 就是在附近的 對啦 另外呢 周圍呢就是這樣的樣子 這個呢 都是一個小社區 那看上去呢 它的樣子類似吉祥寺的那個位置 對啦 出來就是搭車的地方 另外呢 上面呢就是商場來的 對啦 有一個牌 講這個和歌市的地方 的池來的 那我們呢 現在在這個位置 其實它去池袋 很快的 大概六七個站左右 就可以去到池袋 另外呢 這條線呢 可以直接去到下面呢 有樂丁啊 銀座那些 都可以去得到的 那條線呢 是直接可以去到銀座那邊 另一邊呢 就可以去到舍谷 表產部那邊 最後建議大家 如果去穿越市的話呢 應該要預分一日時間 可以在周圍逝逛逛 吃吃東西 以及拍照打卡 也也是一個不錯的地方 來的 今天和大家分享差不多了 如果大家喜歡今天的分享 記得訂閱我的頻道 還有記得按下鍋 就會收到我最新影片的訊息 我們下次見 拜拜